我仅代表共同提案国介绍题为 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 经口头修订的L26号决议草案 发展和人权相互促进相互依存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的复苏进程之中 各国人民共同期待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让每一个人充分享有所有人权 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 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通过30周年之际 中国与共提国一道 再次提出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 贡献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重生 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就有重要贡献 呼吁通过加强全球 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切实加强国际合作 在高质量发展中 促进和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 我们希望这一决议草案 有助于推动各国在议后复苏中 充分发挥发展对享有人权的贡献 努力消除不平等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包容性发展和公平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